我們之前有與大家講過影片的還有各種AI小工具 那麼音樂有沒有AI工具呢?答案是有的 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今天我們要與你分享幾個有趣的AI音樂型小工具 在今天這部影片中 你可以看到接下來的音樂產業可能因此改變 而Google其實也有黑科技 創作將會是成倍成倍的增長 或許你可以從中發揮出你的創意 賺取額外的收入 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之前我們與大家分享過用ChatGPT來去生成歌詞 也帶大家看過AI進行畫圖 今天帶大家來了解音樂類型的AI工具 早期我們製作音樂時都會需要專業的音樂師來進行配樂 那如果你本身不太會配樂的話 通常都會需要花費高昂的價格來製作音樂 而音樂本身通常都會讓影片更好看又或者更激昂 又或者是聽到標誌性的音樂你就會想到某一個人 就讓我們放幾秒鐘的音樂給大家猜猜看這是誰 你猜對了嗎? 那麼首先我們要先來給大家看看如今的Google手上的音樂AI能夠提供到什麼樣口部的境界 今天所有使用的連結也會整理在影片下方 想動手玩的也可以到時候去下方玩玩 沒錯,首先我們要與你介紹一下 這是由Google所開發出來的AI報告 那雖說目前還沒有釋放出讓民眾使用的版本 但我們帶大家快速的去過一下 說不定到時候這個釋放出民用版的時候 你就可以早一步比人家熟悉這個環境 好,我們進到這個Google的Music LM 這個完整的報告連結我也會放在影片下方 但因為拍攝的關係 我們把這個畫面翻成中文的 方便大家去觀看 那我們從第一個功能可以去看到 就像生成圖片一樣 Google可以把你想要的大概的音樂 你只要用文字把它寫出來 它就可以去生成音樂 那我們就放一段給大家聽一下 你看街機的這種遊戲機 它就是應該會要很多電子音 然後呢,它會有一個重複的吉他 還有這個有一些音樂是一直重複 但容易記住的 然後中間要有意想不到的聲音 這些撞擊聲或鼓聲 其實它敘述的還蠻詳細的 那我們就聽一下音樂 是不是還蠻猛的 當然除了這些文字的敘述之外呢 它還有其他的一些範例在這邊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它這個生成的音樂跟它的範例 到底合不合 如果你一個一個去點的話 你會覺得說 喔,真的很扯 除了更扯 還有下面的 就是你用輕鬆的爵士樂 像是這種 你大概知道爵士樂大概都像什麼樣子 那你只要用文字敘述輕鬆的爵士樂 它出來的音樂大概也會是這樣子 除了剛剛那些還有所謂的故事模式 那這個功能我就會想到 假設如果你要做某一類的影片 然後呢,你的影片可能0到15秒 有什麼樣的聲音或者是音樂你想去製作 那你一樣可以給它這個文本 0到15秒是什麼樣的時間 然後15到30秒是醒來的時間 這樣子下來 你整部影片的這個配樂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配好的 再來我們可以像是看到這個 Bella Chow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脂肪子的話 這個就是他們裡面的音樂 然後它只是用嘴巴簡單的去哼出來這個音樂 你聽一下 然後呢,這一段音樂 你只要跟它說 我想要把這個用嘴巴哼出來的聲音 改成吹口哨 那它就會幫你把它轉成這個不同的版本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吉他獨奏 所以基本上呢,你之後做音樂創作的話 你可以只用嘴巴簡單的哼出你想要的旋律 你的創作就不會因為你的技術的限制而受到限制 我覺得這一點是這個最猛最猛的地方 就像是你開心的話,你一樣也會哼歌 但是你哼歌 沒辦法把它用專業的音樂 或者是用更高聲的音樂把它組合起來 但是之後這個AI就可以幫你做到這件事 那除了這之外 像是某一些圖畫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文字的敘述 把它轉變成音樂 你看裡面這個敘述就是在大英百科裡原本的敘述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時鐘啊,容調時鐘 那它就會去思考說這個意境到底是怎樣 然後就可以把它自動生成一個音樂 有沒有感覺就很像很多鐘聲 那這個鐘聲呢,就可能是代表這個融化掉的時鐘 所以基本上這個功能也非常非常的強大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它還可以去生成就是不同的樂器 但是還有一個非常酷的就是你除了樂器本身 你還可以用流派 像八位數就像我們剛剛看的那個遊戲街機 應該就是電子音,我們可以聽一下 所以你可以用文字的流派去敘述它 再來除了這些之外呢,我們也可以去區分說 欸,初階的鋼琴演奏者 那表現出來的音樂是怎樣 你可能會想說,接下來這個影片我裡面要出現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鋼琴演奏者 你也可以用文字敘述說,我要專業的鋼琴演奏者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的敘述可以說,欸,專業的鋼琴演奏者 演奏者,輕快的爵士樂 在可能是樂域的場景,然後幾分幾秒 那你這時候你的音樂就直接出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樂域應該很緊張吧 我們聽一下是怎樣 所以是像這樣子 它就可以去把它分出來 那還有就是幾零年代的音樂 都會有哪樣的曲風 你也可以直接去設置這個 最後呢,我會推薦大家 在影片下方的這個連結去點選一下 自己去玩一下 真的很好玩 你會覺得是說,欸 接下來真的是可以激發你無限的創作可能 其實呢,音樂有非常多的應用 像是我們剛開始與大家分享 可以讓戰鬥畫面變得更激昂 當然有一些也是像是睡前聽的音樂會幫助睡眠 又或者是冥想的時候會用到特定的音樂 那也就是說音樂能夠影響我們的心情 那麼其實YouTube也有許多音樂型的頻道 像是住眠聽音樂 或者是冥想 或者是瑜伽的音樂 沒錯,今天我們要來發揮創意 來製作音樂頻道 那這個方法我身邊的好朋友 在以前是剛好有開過類似的頻道 所以每個月的收入都還蠻穩定的 那重點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有需求的受眾 但同時這個受眾又不能被做到爛掉 那像是釣魚的音樂 或者是想像一下你在什麼時候會去聽音樂 那受眾會來得比選擇音樂來得重要 而今天我們會與大家分享兩種方式可以去達成 那我們今天的做法就會像是這樣子 你看嘛,這個是Lofi Girl 它上面有1200萬的訂閱 那它就是一直是在播音樂 它可以導流到Spotify或者是一些音樂 去進行二次的流量轉換 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去做一個 我們剛剛所講你特別有興趣 而且沒有那麼競爭的這個風格的音樂 我們就用這個最競爭的 然後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不要照抄 我們影片下方也有連結可以去使用 我推薦大家先玩一玩這個免費版的 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說一下差異性 那到了這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你要的音樂種類 假設我們就用剛剛的Lofi做例子 Lofi Music Track 然後呢我們就去設定時間 我們就按Generate Track 它就會開始跑 那它跑好之後 會直接把這個生成的音樂發送給你 通常我會建議音樂生成 像是你去看做運動啊或幹嘛 都盡量把這個時間給拉長 生成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去聽 那因為版權的問題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差異性在哪 如果你要就是用在自己的Project裡面 你基本上用第一個免費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會一直生成很多很多音樂的話 才會要生 那最後如果你是要變成商用的話 才會需要到這一個 那通常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免費的用用玩玩試試看 第二種方法 如果要當免費仔的話 其實也可以 你只要在Google或者是YouTube的 修行表上面打這個 Royalty & Copyright Free Music 只要打這個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找到很多不同的音樂 這種音樂呢 它通常下面就會有連結 可以去下載使用 只需要在下方 把這個原創者的這個音樂 放在影片底下就可以了 那你就一樣是可以正常去使用 或者是收取廣告收益 相對的我們也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有一些無版權的音樂 它會有一些限制 那它的限制可能就會是說 你必須要按照時間戳 把這個音樂的作者給標記出來 那有一些是不用 可以全部直接列出來 那這邊我就給大家自己去嘗試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影片素材 有哪一些好用的工具 至於畫面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無版權的免費素材網站 像是Pexels去下載相對應的場景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些重複的畫面 讓它變得一直有在動 那主要呢就是像你的畫面 跟你的受眾的標題是一致的 那最後你可以考慮一下我們之前的影片 有提到各種線上的剪輯軟體 可以去搭配使用 那至於影片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說Pexels 那你到這個網站上 你就可以去搜尋你要的影片 假設如果你是要給運動用的 那你就打拳擊 或者是打什麼樣的運動 那通常它下面就會有相應的 這個免費影片可以去使用 那除了這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有不同的類型的音樂 像是如果你要去做放鬆的音樂 那你可能畫面就要去比較偏大自然嘛 那這個可能就可以去使用 除了Pexels 我們還有其他的 像是這個Mix Kit 在這邊你也可以去選擇 像是這個無版權音樂啊 或者是不同的都會在這邊有 可以去做使用 那一樣也是有這個免費的影片可以去下載 那當然除了這之外呢 還有一個我常用的就是這個Pixels Bay 這個Pixels Bay它基本上也一樣 但是記得喔 它好像有一些影片也是需要去把這個原創者 還有這個原本的創作者的資訊 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尊重版權 放的就盡量把它放好放滿 因為你也不希望是說 你的影片好不容易做出來了 然後也做好了 結果呢你的音樂用到了不符合它的規定 結果你的收益就被拔掉 我覺得這會是蠻吃虧的 但不管怎樣 就是一定要先開始去做 那用你手邊可用的資源 然後慢慢的踏出你的舒適圈 創作還是有價值的 而AI只會是降低門檻製作音樂的工具 舉例來說 算數是可以一樣用心算 但是計算機就是一種可以幫你更快速找到答案的工具 就算是音樂自己會生成 但我們還是需要去輸入自己的創意 讓整個音樂更和諧 只能說對於音樂產業的衝擊 會是資訊量會大到爆炸 在這個爆炸的程度也會是倍數的增長 那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所以AI的時代 該如何去保持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如何利用工具去縮短我們創造中遇到的瓶頸 就會是我們這輩人需要去學習的 如果外在的環境成長的速度比你還要快 而你只有在原地踏步就會被時代淘汰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都聽哪一種音樂 你覺得這樣的變革 你能夠怎樣加入到你的生活中 讓你的生活更簡單 最後如果有從影片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可以動動手指幫我們的影片按個讚 這會是給我們最大的鼓勵 當然也別忘了把我們的影片與身邊的好朋友分享 說不定他也會覺得不可思議 還有別忘了訂閱不可實驗室 才不會錯過之後有趣的內容更新喔 那影片最後也會放上播放列表 可以好好去利用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 有時候請回到這裡還有些聯繫 如果影片內容可以分享一下 好嗎 幫書類的頻道 我們今天您請訂閱訂閱我的頻道